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本土論壇 陳雲 梁錦祥 陳雲 梁錦祥 回到第二節 我覺得做這個節目 其實我們不多不少一些文化上的責任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講政治 但是大家也知道 我們有時候都會來一題講一些文化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在現在香港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不講這些東西會煙沒 會及身而忘的 特別是香港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文化的涉跡 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強調一件事就是 學術上的自由 其實就是言論自由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有很多前人或者古人 他們為這件事是犧牲了的 這些犧牲是值得我們今天的人去借教 或者去尊重 簡單的例子就是譬如北大校長蔡元培 當時北大學生面對軍軍法的鎮壓 他敢出來說 那你用這個標準來看 現在我們基本上所有大學校長都沒有合格 唯一就是中大的校長 稍為支持過佔領的學生 幾間大學都沒有 有另外譬如陳獨秀 尽管他是一個左派 大概一個名言就是 出監獄就有實驗室 即是出實驗室就有監獄 當時他們去投身那種社會運動 那種這樣的投入 又是我們今天大學的校園裏面 是很難找到的 即使戴耀廷 話說發動了這個所謂佔中國運動 到尾他們自己出來都說要提早收檔 那以前如果是陳獨秀 我擔保他一定不會說這些 即使警察拘捕 警察拘捕就拘捕 為什麼我剛才說的話就是 拘捕就是監獄 出來就是回到實驗室 這個就是當年這些 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風骨 另外譬如說 雖然不是大學知識分子 他們控制今日他們去做什麼呢 例如說 哲古華拉 哲古華拉他會不會在這個 如果他當日在這個立法會的門口 他會不會阻止人去不要衝到門 我又覺得 只要說衝擊的力度不夠大 哈哈 這個是經常一個疑問 即使戴耀廷他會不會叫做 村民不是這樣想呢 或者 現在 我們現在不是選擇革命 即使這句話會不會出自戴耀廷的口 我極度懷疑 學者之所以 或者學術自由之所以 言論自由的脊骨 或者脊梁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就是 學者本身 他要注意他人格的一致和整傳 之前說的一件事 你不能否定 學術上的人格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他那個思考深度 調查的能力 或者辯論的能力 即是說 普通人可以有言論自由 但被人疾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辦 譬如說 自由行來香港買奶粉 或者買什麼 你們說 自由經濟 那班 那些仆街的經濟學家 或者幫大財團 那你怎麼辦 你要從頭想 自由經濟是什麼 跨國那些是什麼 他有沒有權利 奶粉 是不是我們可以外面買的東西 是不是一個必需品 或者是一個配給品 這些慢慢一解 你發覺解得通 可以拼它 但如果你沒有一個很基礎的學術訓練 你很難拼搏這些違反常識的指責 例如說 不准大陸人來香港 或者要拿回審批權 這是不是hate speech 當然不是 各個國家都是這樣做 但一天有人來這樣攻擊你 你會發覺 為什麼各個國家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香港不能做的 這樣發覺是你搞不定 香港是不是國家來的 如果香港不是國家的時候 怎麼可以有移民審批權 但是有學者思想就是 什麼人不是國家 你進來不用Visa 你帶來人進來不用拿護照 你把身份子拿下來 你都想到就發覺不是那一回事 但這些你要用很多很精細的頭路 才能想到 才可以實踐到言論自由 故此學術自由 必須保障得很厲害 當然剛才有一點補充 哲高壓當然大家不會說他是一個學者 但是是一個行動的人 我之所以提出來的就是說 大家如果推崇哲高壓拉的話 就麻煩你跟哲高壓拉的思想要同步 特別是穿著哲高壓拉那件衣服的人 即是口說 穿著哲高壓那件衣服的人 那是一個時裝 他起碼經常說 結束一黨專政的 真的要做才行 這件事是其一 剛才陳文說的 要一以貫知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有些都包括一些很有名望的學者 譬如梁啟超 他掛一個名言 以今日知我打倒作 知我 不過這個要執事 即是這個覺悟 以前真的錯了 現在他覺悟了之後 真的做些事來補救 我們講了那麼多 其實想介紹一個人 就是剛才陳文第一節也提到 就叫做陳人柯 技術人員現在可以開開他這個樣子給大家看 很煞弱的樹生 很煞弱的 傳統見到的文人 特別是晚清那種文人 但一件事我就是很衷心 或者很堅持 聽這個節目的人 就不要叫陳人柯 因為我聽過很多次的了 包括 即是直程的收音機講的 我都聽過一次 令到我無本動 這個字比較pick 還有我們以前在六七十年代 殖民政府經常說 確守紀律 或確守法紀 我們現在不講了 即是大陸那裡叫做依法治港 這個確字就沒有辦法傳播開 這個也是這樣說 為何我們一個文化傳承的差別 有一個字 如果我們不是這個節目用 或者我們強調 其實大家也是當作是一個古文 或是文言文 確守這個字應該是一個常用的字 是常用的字 即是謹守、謹守 確守是用你的精神、意志去守 我曾經聽過一個港台的事件的人 即是深深深做了港台一個後面的顧問 是說了革守 即是說得說話 公安說得說話 其實他又沒有資格去做那件事 是啊 比較慘 以前港台是出名的去玩正音 我小時候去玩的時候 有時候被警方過正 無論如何都好 即是有些基本的字 大家是應該讀正它 譬如這個陳人確 不是陳人格 譬如另一個字 我們經常聽人讀錯的 就是 那個是骨格 不是骨落 即是有一個角字 那攝靠學院這些問題 就是為什麼要讀錯 或者什麼 麻煩你去聽聽曾卓民的節目 OK 我們就不多說了 那這個人 這個歷史學家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個節目中說呢 因為他講的一句話 就是正正今天 即是在香港的大學 或者甚至所謂 在中華民國國的大學 是完全做不到一件事 四個字 就叫曲學柯勢 即是當時他晚年的時候 其實他就為了這件事 可以說是犧牲的 那這個過程是怎樣呢 過程很簡單 就說一次 就是因為這位陳人確 他很特別的 也都很適合最近這個事件去說的 就是他在這個歐洲讀書的時候 是從來沒有拿過學位的 即只是讀書而已 以前的人 蔡元培都是由法國比利時 德國 我們叫做遊學 就是跟了一個學者 聽到比利時 或者柏林那邊 另外一個學者很出名 然後就說他有課 走過去聽 是啊 他也去過你留學的地方 去過德國 當然我深刻記得 他也去過 好像也有去過哈佛 因為他其中一個要讀 就是讀法文 他讀書的過程 就很簡單 就是讀書 就不理其他東西 拿不到學位是一個很次要的問題 然後讀書 可能家裡沒有錢 他回去 當時 就是以他那個學術的地位 其實就 可以入看大學做教授 但是有人就質疑他 你既然一個學位都沒有拿到 你怎麼回去做大學教授呢 就正如現在這個 陳文文這個 沒有博士學位 他怎麼做一個院長呢 原來這些東西幾十年前 已經不斷問了 但是 後來就 有幾個人打過他 我忘了其中一個 都是梁啟超 或者其他很著名的學者 他說 如果這個人都做不到教授的話 其他讀完博士學位回來的人 完全根據他 沒有條件做所謂的教授 他當時有學術的地位 他寫書也很少 就是在他年輕的時候 是看很多書 但是寫的文 基本上是一些論文來的 就是連寫書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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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情況 都沒有的 就是單篇的文章 但是他的功力在於什麼 就是他可以從一顆沙 看到世界 就是他不寫通史 但是你從他研究 或者他考據的地方 你會看到很多中國歷史上面 一些很重大的移民 他搞得到出來 那就是涉及到他 當然 你不是讀歷史的人 未必知道 但是為什麼後來 他會成為一個政治的事件呢 就是因為他在1949年之後 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中共的高度領導層 是覺得他可以成為一個 學術上面的象徵 就是當年涉及到一個問題 其實他有沒有想過走 譬如台灣的學者余英時 就說其實他想走的 不過後來沒有走到 那沒有走到又如何呢 那沒有走到又如何呢 那沒有走到又由於 這個學術上的著名地位 就是當時的中共領導層 是想他上北京 那他就寫一寫 就是跟這個 就是北京的領導層說 我不會去的 那其中他不去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我自己學術上的自由 我不會覺得在北京補償的地方 所以他有一個名言 他就說 這個 事之讀書自學 蓋章已脫心置於續替之疾谷 真理得恩得而發揚 思想不自由 無寧死矣 就是後面那句說話 就成為了他自己一個很確守的標準 就是如果你給我教書 給我去做研究 你必定要付一個自由給我 否則我是不會做的 那為什麼會說這個說話 就是因為當時 絕大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 特別是歷史學家 都因為這個政權的改變 而要為自己的前途 去改變自己的思想 於是乎大部分人 都說他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就是 歷史唯物主義 於是就要說很多是違反 我們正常民事的人 或者傳統民事的人 想的東西 譬如以前有封建時代 文物那些封建時代最差 或者是清朝之前 那些叫做前資本主義時代 那些東西 或者是在文初的時候 已經有階級鬥爭 那些正常的史學家 就說工人階級未形成 哪有階級鬥爭 你一這樣用事實來講 你就不用擾了 在北大或者在北京 其實心裡便是想說這個 雖然沒有好一次 剛才你說的那麼簡單 因為當時 毛澤東說了一件事 中國的歷史是怎麼分其法的 由奴隸社會 跟著發展到封建社會 跟著發展到前期資本主義 跟著到社會主義 這條方程式 就要套用在中國歷史上 就是要用歷史解釋的方式 來證明它那個社會主義 在它最後的階段 就是前進到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 而社會主義 在中國的歷史上 是一個合理的發展 就是用這個歷史哲學 來證明它的政權是合理的 那故事如果是歷史學家 被這個政權招引了去做事的時候 必須要復應這套這樣的東西 這套東西便死定了 例如很簡單說 古代是不是奴隸社會 原來用歷史去看 奴隸就是在殖民主義時代 將一群人捉在甘蔗田 或者是玉米田 即是宿米田的做事 那些才叫奴隸 那在封建時代 在家裡打工的那些叫奴隸 你只是名詞之爭 你都要殺頭 他剛才說輕鬆一點 但是當時 他們這一個部分的研究的人 遭遇了一件事 是遠遠比你說的 是更加驚險的 就是因為如果你說錯了 隨時被別人 是不能拒絕 首先是不能拒絕 首先是先整頓了 很多頂不順的人就離開 最整目的那些 譬如姚中怡教授那些 收了封就 不用收封就馬上閃 來香港先 那他又沒事 可以到現在還建作 還做很多研究 但是陳人確這些 就比較單純一點 就落在那裡 就是跟他爭 我就不會跟你那套 不過你不要搞我 那初期是不搞他的 但是搞一搞一下 都開始搞了 其中他開始搞了 就是國沒藥 就是說 你那裡 你的史料 相當之 枉薄 但是你們那個 方法 和哲學的立場 跟我們不同 我們看看 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贏過你 Totter是這樣的 但是今天 翻譯下去就不行了 就開始 文革的時候 結果 就批充了批斗 批斗 就是他已經盲了 就直接整死了他 就是他原來有些手稿 到現在都失落了 不見了 不知什麼原因 那個就是用逼害的方式 逼死了 所謂批斗 其實不是說我們現在 口主不罰那種批斗 就是真的 打的 直接抓出來 認罪 打到他認罪 是啊 這件事其實在 當時的 應該是中山大河那邊 發生的 其實他早年 應該是領纜 就是其中一個 一個教授 來的 但是領纜 當時就是 因為他那個 政治上的問題 他是故意不給他搞的 現在就流落 變成香港 有這條線 有領纜 所以這段歷史 實際上 是一個政治的歷史 來的 他們也告訴我 就是 在以前 特別在民國的時候 很多當時 是在這個 知識分子的家庭出生 或者是 那些孤難出生 他是保留到那種 知識分子的封骨 和操手 這是他最後 是以生命的代價 換取這個尊嚴回來的 他畢生強調的是 你做知識分子 有知識分子的尊嚴 我不可以說這些 是因為 要奉迎 現在這個政治的權威 而去改變我自己的想法 或者我自己自學的立場 但是這件事 如果在現在來說 就是大家覺得是多餘的 要說什麼 當然是根據現在這個 政治的氣候 政治的氣氛 舉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 經濟學家 他就要告訴你 這個佔中 如果發生的話 香港就會損失幾十億 或幾百億 看不見到 這叫做典型的曲學柯勢 那個是在經濟學上不成立的 首先是違反常識 以來用嚴密的經濟學數據 都顯示不到 有些年齡細藥丟零 或者是金譜倒閉 和佔領有關 完全不是那回事 是事後 因為大陸經濟衰退 打貪污才倒閉 過去在佔領期間的金譜 我們在旺角佔領見到 都是奇沒如是 那到現在 譬如說這個曲沃柯勢 類似這位經濟學家的做法 他有沒有研究一下 這個枝爆 會對香港經濟有造成影響 有多少影響 你不會聽到他說 這個反而是迫在未知的危機 重大危機 美國那些很多研究 很多報告 很多評估 但你見到香港個別的人當然有 但政府沒有做到評估 經濟學家沒有做到評估 簡單來說 其實這個大學 如果沒有了學術的自由 思想自由 基本上不成功 我們之所以要 作為一個例子去說 你現在去大學 在裏面從事研究 去做事的人 其實你要自己理解一件事 你之所以能夠對社會有所貢獻的 就是因為這個制度容許你自由發揮 如果沒有這件事 基本上什麼都沒有 以這個自由發揮 除了不跟政權的指引 或者不去揣摩政權需要什麼之外 就是不跟流軸 就像剛才陳陽曲學說的 是不曲咒這個流軸 即是說 當一般的人覺得是要平等權利的 自己人和外國人都一樣平等權利 這個故事在殖民時代是這樣說 因為殖民政府幫你關閘 但是現在殖民政府走了 有一個港共政府在偏幫大陸人 你還在講平等權利 這個變成了一個流軸的看法 譬如我的獨立學者 我就批評這件事 這個批評本身成不成立 這就由社會自己去決定 可以辯論 我和泛民在成大開會辯論 只要開開一下 接著他第二屆 第二屆 他就不再找我開了 當時為了這件事而犧牲的人 事實上也不止他 但由於他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人物 他那種做學問的風格這麼特別 他掌握了語文這麼多 結果導致了悲劇 但是簡單來說 大家會有一個思考 如果他不想讀 他不在大陸 他不想在大陸讀 他在其他地方讀 他做了什麼出來呢 這個可以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簡單就是趙元寅 他也是很聰明 去了美國 我記得應該是華盛頓大學 不知道哪間大學讀教授 他是一個著名的世界原學學者 譬如李方貴 是一個很著名的原學家 他去那裡 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學者 如果你停留在中華民共和國內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是以誰作為一個結果的代表呢 就是鳳有蘭 是初頭改了 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最後都做得不夠 是要怎樣呢 是要淪為世人幫的手下 其他包括周日良 這些也是很好的學者 這個告訴大家 這個曲 所謂我們現在回去曲 實際上大家不要看 是一個相當之容易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其實大部份的人都會餓死 就是略略做一做一些事情是可以的 就是因為學術 或者是 譬如言論 或者是報紙 有很多事情是不分得那麼清楚 你可以略略幫幫 但是去到很關鍵的時候 如果是改變自己的立場 或者改變自己的信仰去幫的話 就會一沉到底 最後自己累死了 陳文剛才說的就相當的 因為很多時候是不知不覺的 這是一個溫水煮花的過程 譬如很簡單 譬如說 當你自己要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你有一個原罪 共產黨告訴你 你有一個原罪 因為你出身就是階限階級 那你就自我改造 當然大家都相信 於是 我們首先學習馬克思主義 但是 陳文剛才說的地方 就是 他對這個問題早已有一個反省 就是 我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這個跟我的階級立場 是不需要掛勾的 這個就是 為什麼共產黨會控制到知識分子 這個這樣的 性格的原因來的 為什麼我提到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看到 你口中的左膠也是這件事情 口中的左膠就是 你說對所謂的 香港人的利益 是要優先 香港人應該維護自己的利益 在他眼中 這是一個原罪 是啊 因為他覺得 我們有錢 我們是資產階級 來的那些是窮人 無產階級 那確是一大部分的 大陸人是無產階級 但是你發覺 他之所謂無產階級 是因為他沒有報大陸的資產 因為我們無權去查大陸的資產 所以變成零資產 然後他拿了上樓 拿了充滿福利 那些左膠服務這些人 就是在社福界 或者是那些政黨的議員辦事處服務 但是你稍為清醒一點 你現在都看都已經不是這件事 現在你大陸來的 中國來的移民是兩類來的 一去剛才你說的 就是無產階級 但是這個是以前的事 現在很多來的投資移民 移民有錢 或者是掩著錢 不讓你看到 然後忽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會讀大學 拿學位那麼快 就是研究院 全部變成大陸人 然後做律師 做什麼 做什麼 諮詢團團 又委任這些人 司局 司長未到 但至少是局長 副局長 又是這些人 我之所以反覆的強調 實在是 因為我覺得他為什麼 他獨到的地方 當然他不獨到的地方 就是留在中國 如果不留在中國 就更加好 但他很清醒的 就是這個 共產黨告訴你 知識分子有原罪 實際上是一個謀論 而正正是現在這個 左膠所說的這件事 就是套用這個原罪的 在香港人的身上 就是覺得大陸窮 就因為你香港有錢 根本無關 我們不是搶大陸的錢 我們的財富是辛辛苦苦 用工業 輕工業 這樣出口去美國 這樣賺回來 如果我們有原罪之間 我們跟美國那些 無產家 就欠了他們的份工 但那個不算 因為當時他們 也是沒有失業的問題 但是他的做法 就好像大陸人 覺得香港人欠他 因為我們窮的時候 你們有錢 跟著共產黨那套 就是我們輸送了食水 每年都支援了那麼多 蔬菜豬肉 百米給你 他又不知道那些 除了香港買之外 沒有人買的東西 他透過那些東西 就拿了香港硬貨幣去用 就是套匯的東西 但大陸人就不 中共政府一直是這樣 但是你阻礙這些東西 他已經信了這套 言論或者說詞 就當香港人欠他 要煩給他 所以簡單來說 有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就是 這個馬克思的陰雲 是未散的 就是盡管馬克思 現在現在不太流行 但是這套思考方法 比如說階級有 這個資產階級 即我們說 我都不是資產階級 但是資產階級 你沒有階級 就有這個 階級鬥爭的權利 去懲罰他 就是 這個思考方法 如果你套到現在香港 其實就會類似 像我們剛才說的 你要對這個 新移民 要責任這一類的想法 所以這個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當然已經是 想得很清楚 是沒有這件事的 第二件事 就是 講回香港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從來不應該 我們不應該有一個錯誤的 就是我們對大陸有任何的原罪 或者是一些先天的責任 沒有這回事 如果按照歷史的實例來講 我們是對大陸有恩的 就是我們是幫了共產黨 套外匯 就是賺取它必須的外匯 它買自己的必須品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幫大陸 是救助了它們的一批精英 就是那批藍內文人 被上海逼死的資本家過來香港 我們在香港保護著華人的精英 我們對中國有恩 剛才你說的 我們還可以延伸到文化界 譬如 如果姚中儀教授 他不是今天不在香港 他在大陸 那就不會有姚中儀教授 今天這個地位 其他的 錢穆某中三也都是 如果他下不了香港 甚至即使去到台灣 在蔣介石軍統時期 他們得到言論自由保護 都沒有在殖民地香港得到那麼大 所以昨天不斷強調 華文化在香港的傳承 只是單是這件事 我們已經對中國有恩 我們對中國從來沒有原罪 盡管可能我們的生活 條件可能是 如果從一個很粗疏的立場 是一個資產階級 和無產階級的分別 但這不是因為我們主觀的願望 這是客觀的歷史的意外造成 意外造成 而我們沒有劫力到中國 我們不是一個殖民海盜 是直接的人走過來 然後我們用美國的配額 然後用美國和日本的外來投資 香港是這樣發明出來的 如果我們真的要欠什麼 我們欠了美國和日本 我們欠了香港這個土地 我們對這個土地 應該有一個欠債的心情 我們要還回來 是以我們自己付出的代價 作為一個還債的 最後一件事就是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 在這個曾經和善 我們叫大陸仍然叫阿燦 是有原罪 負有原罪的 那個是嘲笑的 嘲笑是和解的 一個必須的過程 所以基本上 去到今時今日 香港人可以有一個 生活的基本方向 就是為香港這個土地 為我們自己的利益 而去奮鬥 而不是為其他任何人 或者任何一個 給你高大 給你高上 給你宏大的國家去服務 這就是香港本土的精神 好了 我講到這裏 我們就 過了兩人 我就是加拿大 我會繼續講這套 講橋講這套 就增強信心了 是啊 OK 陳文良 好 陳雲新書 漢邦中文貨本 第一冊 主題為天地君親師 天地流轉為四季同節氣 君是國家天下 親是家族三代 師是老師 科文會通中西文化 文具仿照同搖而押韻 以便中讀 書本附有解說 兒童、家長可以讀 兒童長大之後 亦都可以重讀 老師 為何課本的封面 有輛馬車在裏 古時的人外出 平民百姓走路 只有貴族才可以用馬車來代步 另外在以前只有貴族才可以讀書 故此這本書放馬車在封面上表示 是被尊貴的人讀 這本書希望可以教導小孩變成尊貴的人 第二課 而用黑白印刷 那些字又引得這麼大隻 貨文的字句押韻 是因為中文是有聲調的 而押韻是容易學 可以令小孩了解中文的特性 貨本是不用彩色印刷 是為了避免小孩被色彩吸引了 而忽略插圖的線條 看清楚插圖的線條 就可以使得小孩學習欣賞廣話 春來百花開 搭清人自在 意思就是 花是不用吹逼的 春天到了 花自然就會開 而花開的時候 人自然就走出來欣賞 看了就會愉快和自在 第十四課 小麻雀 崩崩跳 不姦不仲 天生天養 老師呀 我越大就越覺得 這個世界變得太快了 明天又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我怕升不到學 又怕將來畢業那時找不到工作 到老的時候 又怕無兒無女 姑父無依 唉 我真的很擔心 唉 傻女 你看一下小麻雀 他們又不耕種 又不收集糧食 都可以過到日子 他們吃得不多 只吃和田 剩下殘粒 菊 都可以生存 吃夠了 就繼續奔奔跳 和唱歌 上天都可以容納到他們 養大他們 難道我們不讓他們重要嗎 人類的生存 靠天恩 所以就不需要煩這樣 煩那樣 一天太陽光照 風條雨順 我們自然會得到上天的吸氧 一旦太陽不出來 狂風暴雨 地凍山搖 我們失去了天恩 無論你怎樣去經營 其實都是白費心機的 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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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